常商店的饮料种类非常的多 你喜欢哪一种呢 好来看到有网友分享了心目当中 最强的汽水的品项 贴出了这张蓝色包装汽水的照片 表示说有没有人小时候 天气很热的时候 都去杂货店买这瓶的冰淇淋汽水的呢 说忘不了这种好味道 而且现在越来越难买到了 永远的10块钱的汽水 而其他人有人看了之后说 这个真的很好喝 一瓶才10块而已 喝的都是活意真的蛮怀念的 到底哪里有卖呢 有人就回应了说 我们家这边的甘马店都还有在卖 另外很多人喜欢吃的早餐 其中包含了培根 培根是许多人喜欢的食材 但是有看过这样子的颜色吗 日前有网友买了几包美式卖场的培根之后 隔天就发现了 上面有出现了黄色的斑点 他上网就问说 培根长这样子是坏掉了吗 好不少人看之后说 如果培根是出现了黄色的斑点标示 是腐败不能使用了 建议买回家的话要赶快做这个冰到冷冻库 一回家就要分装冷冻 冷藏两三天就会臭掉了 还有人建议说当天买回来呢 就便值建议赶快拿去退 那么这个圆坡说已经赶快的拿去退货了 好不过呢在过年前这个物价大涨通膨又来 消费者为了审核包专找便宜大碗的店家 像是高雄左营 果冒村的这个眷村的人气早餐店 目前呢都没有涨价 一颗的大煎包只要多少钱呢 只要15块钱 另外呢一份夹酸菜跟蛋饼的这个烧饼呢 只要30块钱 另外还有便当店也是蛮佛心的 超大的炸鸡腿便当 居然只要50块钱 同版就搞定 超大科水煎包刚出炉 直冒蒸汽 早餐店前大排长龙 至少二三十名顾客 同一时间等着点餐结账 全都是为了舍过短袜的眷村煎包而来 菜很多啊 它价钱也还蛮公道的 现在物贷都涨了啊 都还很合理的 果冒眷村的地道早点 桃科大餐物美价廉 看看高丽菜 韭菜煎包一颗才卖15块 烧饼夹蛋 甲酸菜一整组也只要三个 10元铜板 其他铜板价的 还有烤馒头 小米粥才10元 饮料 豆浆米浆一杯也只要15元 业者说原物料早就涨一波 但目前还不打算调整价格 也获得死忠顾客支持 明明还不到11点 结果凤山这间便当店 居然已经挤满人潮 排长龙 都是为了这一份50块钱的 超大鸡腿便当 不止一只炸的酥脆大鸡腿 两份配菜笋丝 跟高丽菜也在白份上 帮你铺的满满满 搬外面的那个鸡腿便当 大概多少钱 90 90块 甚至100 所以过来偏一圈 外面买不到 外面买不到 因为那是大鸡腿的 普通外面买 然后背账 普通便当一份都要价八九十 50元的价格实在太罕见 也让内行顾客 嗅到哪里便宜就往哪钻 在这普遍掌声响起的通膨时代 50元大鸡腿便当 物美价廉审核包 也让买到的顾客直呼划算 记者刘明伟 蔡武言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